现在是3月下旬多伦多 这里是好市多Costco 25块9毛9 这么一大盆 锈球花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个氧化园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些都是常见品种 没什么稀奇的 为什么我这么激动 看见这个了 我的天哪 漂亮吗 看看这盆子有多大 你看看 再说这个锈球开始 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 虽然这两天多伦多气温到了20摄氏度左右 但是过两天就零下 千万不能动 千万不能动 零摄氏度 32华氏度 它就会被冻死 冻面 还有这种蓝紫色的 这个大花瓣 基本上你要是新养体系 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挑花了眼吧 好 我给你个建议 一样一颗 有四个品种 一百块钱 这边还有四个品种 再加一百 漂亮吧 这个白边发紫的呀 和刚才那个白边发粉的 是应该是同一个品种 就是根据它土壤的酸碱性不一样 它表现不一样 碱性的 它pH值大于7的话 它就是粉色的 粉的发红 如果pH值小于5.5 是酸性土壤 蓝的发紫 如果pH值是中性的 你看 不蓝不粉 不红不紫 有朋友提到一个很好的建议 如果你要是喜欢紫色蓝色的 绣球的话的话 你买回家 第一不要换土 第二种下去 不要换土 因为它自带的土壤的酸性足够 所以能够让它保持一段时间的蓝紫色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现在下的不是酸雨吗 为什么它土壤不变酸呢 因为土壤的碱性是从土壤来的 里头石灰石含量相对较高 你下了酸雨以后 不管用中和不了 下了酸雨就能改变土壤的酸碱性的话 那你出门打伞也会很危险 听说会有个歌叫流酸雨吗 是流星雨 你看这小花绽放 不是指它这个白边的 而是中间的这个小花 看见了吗 还有花粉呢 看绣球花的人 一定要摸一摸它的花粉 给它受粉 秋天的时候可以结种子 自己来试一试育苗 那么漂亮的花 搬回家以后 千万别把它冻着 不到20摄氏度 可以延长最大限度的延长它的花期 另外一个千万别让它干燥 你看叶子发泥 就是已经有点晚了 最好是每一两天就浇一次水 要用手去摸一摸的土 表面干了就可以浇水 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这种花 绣球花 它通常都是Zone6 6区的花耐寒性 在东东地区是它的耐寒的边界 它也可能会在花园能够度过冬天 但是它复花就比较难 一个选择就是持续 长时间让它就在盆子里生长 给它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子 到冬天就可以把它移进车库过冬 现在花期过后就可以换成大盆 然后给它施上缓释肥 夏天多给点太阳 多给太阳 是指在比较寒冷地区 像多伦多地区 半日照到全日照就可以 如果你在温暖的地方 当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地灾就可以 然后给它一些阴凉 在Zone7 Zone8地区 不能够全日照 这么漂亮 花期又长的花 是不是值得花一些功夫啊 Costco绣球花 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时针加绣球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支持两花园艺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